今天托尼成教你们三款职场发型 不同工作场合也能够轻松hold住 第一款简单不失造型感的日常通勤发型 日常办公室如果劈头散发 会显得你整个人特别没精神 像这样子两侧扎两股麻花辫 再配上一对精致的耳环 这个造型会让你一下子气质提升不少 也不会有用力过猛的感觉 第二款适合业务汇报时扎的干练丸子头 像这样子把并角的头发一起扎进去 扎成一个 高高的丸子 可以用大肠圈来增加一些亮点 最后拨出一些碎发 遮挡一下发际线 这样一个成熟干练的业务汇报发型就完成啦 第三款建客户场合扎的发型 先把头发侧分 接着去头顶的一缕头发 一缕带着一缕的编成麻花辫 把所有的头发都在最后扎成一个啾啾 最后再搭配上一个低调的黑色蝴蝶结发卡 这样一个非常正式又精致的建客户发型就完成啦 这三款职场必备发型你们都学会了吗 关注陈一一 一个平平无奇的发型小天才 哈喽我是陈一一 今天教大家三步还原灰姑娘 Cinderella同款发型 第一步先把头发绑成一个高高的马尾 第二步把马尾的发尾部分再用橡皮筋扎起来 第三步把马尾从底部向上卷 卷成一个牛角包的形状 用发卡在左右两边固定 最后戴上Cinderella同款骑刘海 今天也是精致可爱的再逃公主哦 你学会了吗 关注陈一一 一个平平无奇的发型小天才 今天都逆成教你 三步还原跑男里 看亲子同款小飞象双马尾 第一步将头发从头顶靠后的地方斜分 然后再斜着分出一个小区块 一缕带着一缕的编成三股变 第二步把剩下的那部分小区块 也是一缕带着一缕的编成三股变 在太阳穴的位置呢 就直接顺下去编成一个细细的麻花 编完之后呢 拉松一下两边的麻花部分 让发量显得更多一点 另外一边呢 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第三步拨出一些碎发 遮挡一下发际线 最后把剩下的头发扎成双马尾 这样子一个俏皮又精致的 砍亲子同款发型就完成啦 超级显怜小哦 赶紧试一试吧 关注陈一试一个平平无奇的发型小天才 哈喽我是陈一试今天将你30秒还原租借女友里水源千赫的同款发型 从左边先把刘海的位置区分开来之后呢 在一缕带着一缕的编成无公辫 编到差不多耳后的位置呢 就用橡皮筋给它固定起来 用指尖拉出一些纹理感 拉得更加蓬松一些 发尾的部分呢 可以再次收紧一下橡皮筋 翘出几根呆毛也没关系 会显得更加俏皮活泼 这样一个超可爱的水源千赫同款发型就完成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紧去试一试吧 关注陈一 一个平平无奇的发型小天才 记得三连哦 hello我是陈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款超简单的日系简铃编发 第一款呢是温柔的皮肩发 把头发线中分之后呢 再分成前后两片 再分成两个区块 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一缕绕着一缕的编成两股变 编好之后呢 用小夹子先给它夹一下 然后后面的部分呢 也是一缕绕着一缕的编成两股变 编好之后呢 一起用橡皮筋给它扎起来 另外一边呢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有没有编身日系温柔小姐姐的感觉 那第二款呢就是接着上面的这个发型 下面的头发再分成三束编成三股的麻花变 麻花呢要拉得蓬松一些这样子 让发量看上去正多一些 也更加有慵懒随意的感觉 另外一边呢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这样一款元气双麻花变就完成啦 那第三款呢就是一个绿细的高麻尾 把头发扎成一个高麻尾之后呢 记得要剥出一些开毛刘海 然后再把麻尾编成一个三股麻花变 发尾呢要窝成一个小啾啾 然后再拉得蓬松一点 中间呢扎上一个小皮筋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今天的编发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关注陈一一个平平无气的发型小天才 哈喽我是陈一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三款适合学生党的丸子头扎法 第一款呢非常简单 发量少的妹妹也可以试一试 先扎一个高麻尾 团成一个丸子之后呢 记得要拉得蓬松一些 这样子会显得发量更多 然后再剥出一些碎发 遮挡一下发际线 这样子一个显脸小 显发量多的元气丸子头就完成啦 第二款呢是日系低霜丸子头 先把头发分成两半 再在眉尾的这个部分 分出一个区块 把头发扎起来之后 中间掏一个洞 再把发尾翻进去 然后拉紧 第二部分呢是 在耳后的位置 再分出一个区块 连着上面的部分一起扎成辫子 然后在中间掏一个洞 再把发尾翻下去 接着呢就把剩下的头发 全部都编成麻花辫 然后再盘起来绑成一个丸子 就可以了 两边呢都是重复一样的动作 这个发型呢 甜美又不适造型感 第三款呢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哪吒头 这个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扎两个双马尾 一定要扎得高一点哦 然后绕成两个丸子 这样子就完成啦 特别元气 三款适合学生当的丸子头扎法 你们都学会了吗 关注陈姨一个平平无奇的发型小天才 现在大阿拉 Joker 这样子就完成了 现在又是个相对的 都会成功的 现在是一个丹口十战 事宣伤的男时 是一个路由的 你能带来改变 优优独生的人 那种做事 非常催派 他们都在于也不要 感谢观看